奥运拳击选手林玉婷遭JK罗林一非女性被台湾抨击 管人见呛许淑静跨有洛塞湖的先生却被跪铁 台湾奥运女拳击选手林玉婷因曾被国际拳击协会 以未通过赛前性别检测取消铜牌 英国知名作家JK罗林等人质疑林玉婷跨性参赛 讲得极难听 蔡英文赖清德则声援林玉婷反击 但之前管人见呛许淑静是跨有洛塞湖的先生 为什么台湾不谴责管人见 台湾文化为何容许管人见及相关媒体网报许淑静真是残暴又变态 简述一下相关报道提供的事实 代表台湾参加巴黎奥运的台湾女子拳击国手林玉婷 卷入性别争议 尽管国际奥委会已认可林玉婷的参赛资格 埃尔兰前拳王麦格根BerryMC Gwivan 和英国知名作家JK罗林 JK Rowling接连发文质疑林玉婷的资格 原英系2023年林玉婷在市井赛女子57公斤级比赛中夺童 事后却被主办单位国际拳击协会 International Boxing Association 告知为通过赛前性别检测 铜牌遭到取消 但在IBA声明中仅表示林玉婷的血液深化检测结果不符合参赛标准 并未详细解释当中的原因 在事后重演 以及后来各大赛事前的血液检验里 林玉婷都通过了性别检测 BBC报道 国际奥委会 IOC 29日特别为此声明 林玉婷和另一位同遭质疑的阿尔吉利亚选手哈利福 Iman Khalif 两人都符合出赛资格 奥委会已认可林玉婷的女性身份 我们在根据国际奥会和巴黎奥运筹委会8月2日的联合声明 看奥运的态度 声明指出 2023年IBA世界锦标赛接近尾声时 他们突然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取消资格 目前对这两名运动员的攻击完全基于这一武断的决定 而该决定是在没有任何适当程序的情况下做出的 恩特别是考虑到这些运动员多年来一直在参加顶级比赛 这样的做法有备于良善治理 如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会伦理准则和国际奥会人权战略框架所载 国际奥会致力于保护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的人权 国际奥会对这两名运动员目前受到的网爆伤害感到悲痛 对此 总统赖清德表示 在运动赛场上有掌声也会有杂音 林玉婷比赛专注 坚韧 期盼大家与林玉婷同在 坚定做她的后盾 前总统蔡英文则表示 我们一起为林玉婷加油 我相信 面对场外的纷扰 对手的挑战 林玉婷也是没在怕 如果只看新闻看到这里 无知的人一定以为台湾对于这些争议 是以人权的角度去思考 但却不知道台湾疯狂扭曲的一面 恐怖到极点 根据管人健于2019年4月1日 在新头壳媒体发表的大作 许先生别害台湾运动员美舞台吧 其对台湾女子举重名将许淑敬 进行了大量的性别攻击 包括不断指控许淑敬有洛塞胡 例如 连本鲁都一直羡慕 想要有的洛塞胡 您似乎都有了 等言论 而且 明显的就是 据此指控许淑敬为男性 例如 不是应该尊称这位 跨有洛塞胡的先生为他吗 管人健批评许淑敬为男性的言论起 因为许淑敬声援反东奥证明 许淑敬个人的药检争议报道 则是2019年3月27日 新头科报道 许淑敬简体有意一年后才报 中华奥会 为了保护隐私 而许淑敬分别于2012 2016年替台湾得到奥运金牌 他当然也通过了当年的药检 管人健也没有在2012或2016年 攻击过许淑敬 根据前述奥会对林玉婷等人的声明 许淑敬他多年来 一直在参加顶级比赛 也都通过相关检验 根本从未出现管人健是洛塞胡 您似乎都有了 的质疑 就算后来发生药检争议 那也发生于2017年之后 管人健并没有在2017年 就网报许淑敬为男性 而是在2019年 网报许淑敬为男性 而且就算要检不通过 也不会把女性变更为男性 为何管人健 要用性别攻击女性运动员 要知道原因 根据天下杂志 乱咬台湾国手林玉婷 JK罗林 如何在反跨性别运动 一路走中的文章 编译田梦兴指出 今年4月 仇恨犯罪与公共秩序法案 在苏格兰生效 该法案将所谓的煽动条款 扩展到种族以外的特征 包括跨性别身份 只是辱骂 都可以算是仇恨 目前 工党还致力于 将跨性别者恐惧症 纳入犯罪立法中 包括使用当事人不认同的性别代名词 他 他 只称某人 我们可以发现 在英国的跨性别身份 如果被使用当事人不认同的性别代名词 他 他 只称 都被现在的执政党 工党认为是仇恨犯罪 而可能纳入犯罪立法中 管人健 针对生理女性 并且一直认同自己为女性的许淑镜 进行网报 管人健的行为 可能在未来的英国 构成了性别犯罪 奇怪的是 这些声援林玉婷的人 当年99% 都没有谴责管人健的暴性 难道 是因为管人健 有的是反东奥证明的女性运动员吗 这就是台湾文化残暴的一面 因为政治攻击女性 然后 民主进步的台湾集体 袖手旁观 英国知名作家JK罗林 JK Rowling 很明显的一开始 就是以这些女性运动员的照片 作为攻击目标 说他们会杀了女性运动员 并且强烈暗示 这些女性运动员长得不够女性 正如管人健 与新头壳联手的文章 洛塞胡 您似乎都有了 的质疑 但台湾文化的恐怖 却允许了管人健 与新头壳 做出了这个最下流恶毒的评论 更荒谬的是 99%台湾社会都不在乎 我们当然也看不到 赖清德与蔡英文当年对许淑静支持 只有任由管人健 与新头壳洛塞胡 零似乎都有了 广告许淑静 最后来看奥会的声明的一段话 国际奥会 致力于根据奥林匹克宪章 国际奥会道德准则 和国际奥会人权战略框架 保护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的人权 国际奥会对这两名运动员 目前受到的虐待感到悲痛 如果台湾人不满J.K.罗林 对林玉婷的网报Abuse 那请找回早已被狗肯进的良心 谴责管人健 与新头壳洛塞胡 零似乎都有了 网报许淑静的恶性 Blackjack2024年8月2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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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